岁末寒冬对于飘洋过海的船员来说 格外需要奔暖 1月7号下午 台中教区海员综会和户外物资银行志工 在教区苏耀文主教陪同下 一同前往台中港关心最小弟兄 他们一行人首先到17号码头 北极星游轮关怀船上的最小弟兄 从去年11月9号 因为船东非法犯游被起诉 目前5位船员在船上超过一年 去年11月开始 台中教区海员综会就陆续经常携带干粮 食品面包为他们打气 苏主教不但安慰他们和他们谈话 并且带领他们一起祈祷 给予降福 祈求慈爱的天父看顾他们和家乡的亲人 早日回到家人的身边 苏主教并且带领海员中会的人进行码头的关怀访问 他们访问了两艘货轮 受到亲切的接待 也会海员祈祷 祈求他们在海上工作平安 谢谢大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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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